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股上星期五上升46點 帶領今天港股方面高開 高開51點 高開後走勢反覆上落 船日波幅只有167點 行至收視報21262點 上升1803點 增加方面減少了 只有462億 留意一下 今天上陣方面曾跌破2000點大關 最低見到1996點 日經今天來說單獨做好了 為甚麼呢 在於有望加強量寬的政策 所以日本股市今天又上升 先看港股走勢圖 看看港股後市如何變化 今天大股方面來講 升103點 不過成交都萎縮了 今天走勢方面方向性不太強 在拉拉腳腳 其實沒有一個方向 我們可以叫一個上落市 你說影響港股方面 在於甚麼因素 其實美股和上陣方面都重要 特別上陣方面 最重要是看熱聲點關口 不要跌破 跌破來說 港股會被再拖低 你說現在港股方面的高低位 如何預計 留意一下這裡 我們預計的阻力位 預計這個範圍 這個阻力位 留意一下這裡 阻力位方面是 恆指方面21446點 21446 支持位方面就是這個 好 這裡 支持位方面 2511098點 21098 所以現在來說 如果做期指方面的朋友 留意一下短炒的位 上面阻力 下面支持 就是這個範圍 你說現在的股票 如何看呢 我們今天看看大康報告 大康報告來說 稅訊提及到 這個33600 33600叫八成 目標價是7.54 維持中性 是下跌的 留意一下這個股票 酸底 所以這個股票來說 其實不如去買入 因為為什麼呢 走勢在酸底 跌勢來說會加劇 你看見價格來說 五角八以下 還有很多空間可以跌 所以這些股票 是要避免的 另外 稅訊提及到 一個安達 2020 這個目標價是7.6 維持跑贏大市 其實也不是 都是下跌的 我們有時形容這個走勢 叫一個什麼狀況 叫雙頂 當然你說雙頂裡面 有什麼形容呢 可以在高裡面也叫雙頂 在這些地方也叫雙頂 為什麼叫雙頂呢 由低位炒上來 那就叫雙頂 有時不一定要去到最高的幅度 總之由低炒上來 有兩個頂部 代表有壓力 一旦跌破了這個 中軸這個部分 這個支持線 跌破來說 走勢會進一步回落 所以股票來說 有機會走勢進一步回落 這些都要避免的 另外我們提及到德銀方面 這個利峰494 業務方面來說 美業務方面 拖累下半年的表現 目標價降到14.7 這個股票來說 你說會否可以試試撈底呢 這個股票來說 今天收市是12.38 12.38 如果要撈底朋友來說 留有資成底位 11.46 你撈的話沒問題 但跌破這個位要止蝕 這個幅度來說 你預算大概這個狀況 是12.38 去撈 11.46 是止蝕 這些破底要止蝕 所以當買賣來說 看圖要明白這些意思 提回大家 今個星期三 美國有經濟指標公佈 10月份的領先經濟指標 今次預期的數字0.1% 上市來說 9月份方面是0.6% 所以數據方面 不太好 另外 星期四 星期四美國這樣折假期 股市是放假的 好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